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重开的命理名人堂 2022年版的第一篇 招善政的桃园市长路 上一篇就是我们去年在预测台湾立法委员林长佐 会不会被罢免成功 目前也是应验的 林长佐委员虽然在当时罢免的声让是铺天盖地 但是也如我们当时的节目中所预测的 他没有被罢免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今年底的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他的市长路 开始之前请个顾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人公张善政先生 张善政先生出生于1954年的6月24日的吉时 那我们命理名人堂的资讯 都是来自于历年的选举公报上面载明的公开信息 所以没有去非法的取得任何名人的各自问题 而我们刚刚说到了吉时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我们在不知道 命主的真实出生时间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是用吉时 也就是吉利的时间来做代称 一般来说八字命盘少了时间 准确度至少会降低25% 如果刚好这个命主又是跨日的时候出生 比如说半夜的11点 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完全天翻地覆的状况 这里我们必须先要说明一下 好,回到主题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张善政先生的生平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7任的行政院院长 不过在任时间有点短 仅有4个月 因为当时适逢了政党轮替 他是属于一个看守内阁的状态 而张善政先生 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 在他投身政治之前 张善政先生是Google亚太基础建设营运部门的总监 应该这么说 张善政先生在2012年以前 都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 而是一个学者出生的人才 张善政先生 他自台湾大学毕业以后 就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 1981年回台 自台湾大学开始担任讲师 到了1983年 他以29岁的少年之姿 获得了教授的身份 成为台湾大学历年来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而在公元2000年后 他进入了台湾的商业界 担任宏基相关集团下的总经理 在2010年获聘为Google亚太硬体营运总监 他主管的业务是Google在亚洲的IDC业务 并且他成功的争取到Google在台湾设立了数据中心 提升了台湾在国际网路上的重要性 说完了张善政先生的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张善政先生的八字盘面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张善政先生出生于1954年的6月24日的吉时 化作四处八字 他的格局是属于甲午年跟5月辛亥日的吉时 而张善政先生这个盘面 在没有时间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张善政先生的格局是属于人中之龙 行业动良的格局 这样的人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学习什么行业都能够驾轻就熟 触类旁通 一理通 百理名 这样的人他的思考逻辑是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格局的朋友通常会先容易不相信 所以他能够学习的速度会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而这个所谓的不相信是指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举例来说 有一个人跟他说 你把白饭 把跟蛋这两个东西 把它炒在一起 变成蛋炒饭 那会比你分开吃白饭跟吃一颗蛋还要好吃 那么一般人听起来是说 这还不错 那我吃看看吧 那么像张善政先生这样的人 就会想说另外一种想法 他说好 既然你说把饭跟蛋一起炒会比较好吃 那么就代表这两个东西都是能吃的 对不对 既然如此 那我可以改变他的顺序 先炒蛋再炒饭 或是先炒饭再炒蛋 看了风味时会不一样 或者是我先把饭炒热 然后把蛋的蛋白跟蛋黄分开 把蛋黄先来去炒 什么炒进去变成黄金蛋炒饭 然后再把蛋白跟另外一碗饭去炒 炒成什么白雪蛋炒饭 这样我用一样的素材 我可以取得两种风味不一样的蛋炒饭 而且他各有特色 所以说所谓的不相信 是属于他是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只有唯一一种方法 而是存在许多的可能性 找到最多种的变化 这有点类似像什么呢 就有点类似像量子的思维 这样的人 只要不是在军中 也就是不去跑去当兵 那么他就可以创造出许多的可能 可以创造很多的大事业 为什么不能去当兵呢 因为在部队里面 你首先需要知道的并不是你创新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创意 而是怎么样 听命跟服从这两个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是当兵的话 就是扼杀他的天才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限制 就是如果他要重施政治 而他必须选举的话 对张善政先生这样的格局而言 也是比较不利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张善政先生 这样子的命格 他是属于将相之才 这是没有错的 国之重粮 人中之龙 但是这样的人 通常他能靠的是他的本事 不会去玩些虚的 并且我们要注意到 像这种格局的人 他只要说得出来的 他就确定他是 至少我可以通过努力 或通过一些方案的维持 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中华民国 所采取的选举方式 是属于美式的民主 他这个是不能够 真正的选嫌于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百姓投票 基本上都是对 参选人的印象分数 以及还有个别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台湾有分蓝绿白 颜色对了 闭着眼睛都可以投 每个党都一样 颜色不对呢 那当然要尽可能去污蔑对方 哪怕这个选举人 或是这个参选人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不熟悉 只听过他的名字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 他的能力在哪里 这都不重要 只要你颜色跟意识形态不一样 那我就必须把你否定到底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 对该党的喜好度 比较产生了一些敌视 这个其实 只要是实行美式民主的国家 大多都是如此的结果 这种制度 本来就是有漏洞的 所以像英国 他们采取就是间接的民主 而张善政先生呢 刚好不是会选举的人 应该说 他本身也不喜欢被公开选举 因为他比较适合拿政机 或者是绩效 来当做自我能力的证明 而不是漫天寒假 说的像死人 做的笑死人的那种传统政客 所以基本上 如果张善政先生 他走的是公务员体系 一路的考试进去 那么他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官员 但是如果要选举 这个的确是张善政先生的短板 因为谈到现实可行性的事情的时候 那很难点起百姓对选举的热忱 因为你说的事情你做得到 但是你没有办法讲一些太激情的东西 当然这就对选举就没有帮助 而回到主题 针对今年 岁是人一年 那杨历11月的台湾县市长选举 张善政先生的竞选 桃渊市市长之路 是不是可以顺利的胜选呢 按照目前的牌面来看 张善政先生 今年的官运是十分的险要 而且他同时受到了太岁新军的扶持 他在运势上 其实是有锐不可挡的趋势 但是问题是 张善政先生的自我格局很强盛 但是却难以受到了 他所属的国民党给予有利的支持 应该这么说 按照这个资讯有限的牌面来看 国民党是希望张善政先生 能够去拉抬国民党的选情 让他能够母鸡带小鸡 一并拉抬地方议员的席位 而不是国民党给他很好的资源 给他有利的支持 用党的力量来让他打赢这场选战 所以说张善政先生的角度而言 这一场不但他自己要出了很大的力 还得去扶持到别人 是一件做得很不开心的一场选战 因为主要还是因为 选举需要的是开一大堆空投支票的活动 而张善政先生 他能够说出来事情 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事情 而他不喜欢承诺一些 他觉得我有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或是根本不是我的职人 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讲的都是让人家觉得很 很为之一亮 很惊悚的一些政见 但是直接选举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特色 怎么样 只需要你会吹牛 只要你吹的跟真的一样 那就可以了 反正选完之后 谁还会记着你当初的政见呢 就是你真的没有做到你的政见 那其实也没太大的差别 下次选举的时候 多办几场流水席 多喊一些意识形态 多制造一些百姓之间的对立 那也就是可以了 但可惜张善政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要学别人做这样的事情 他也做得很含蓄 但总归一件事情 目前如果单纯按照张善政先生 个人的命理格局来看 他在场的选举打得很痛苦 但是却是有能力可以选上的机会 以目前来看 选战也是一场对战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考虑到对手而言 那光就张善政先生自我的格局 他有65%的机会 可以选上我们的桃园市市长 不过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 这个一定是两军对阵 一定要知道对方的敌人在哪里 所以说到后面 如果当民进党推出了桃园市市长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同时的 再把这个张善政先生 跟桃园市市长候选人民进党籍的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是说 以他个人格局来看 他胜选几率是比较高 只要国民党没有拖张善政先生的后腿 基本上他当选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命理明年堂 对于张善政先生的桃园市长竞选人之路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记得按赞订阅 关注小铃铛 在老师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